喜欢就会有可能就会去思考怎么去把它转用 变成有用的 这小鸟的尖嘴巴还是鸟头嘛 这是那个翅膀 所以你们要去想象 那它就会相应 下来之后它这个脚 这样然后我们的心跟它产生 这种字外面就没有了 就是变成是我们独创的 这个我们要查到这个 查不到 就独创了 刚刚就在查了 那之后我们刚刚讲 原来要策立太子 这个字也很少人用 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小孩 这个是许心雄老师的 这个他教甲骨文60年 所用的字 那这个我是很佩服的 因为现在大陆也开始沿用它 现在的说法 但过去没有 这是竹简一片一片的 一片一片的 然后这是绳子上面底下 绳子把它串起来 那个竹简 英之固 如果这两个字很复杂 我们这个应该写简单一点 就写一个古人的古就可以了 这样相应来讲 就是从不复杂不复杂 变稍微简单一点点 这是骨的第二个型 那你要让它更简单一点 就把这个涂掉 这样就更纯粹 经文的第一个 这经文的第一个 有没有 经文的第一个 英之故相识 相我们最简单 下面就是中间先写 它是一个食物的容器 一个食物的容器 这应该比较容易懂 然后就是 张开嘴巴的一个人 你要写他的手 或不写他的手都可以 那他的身体 膝盖 用手过来可以 用支故相试 试的话 如果用打擦形的 就说它是干 那要长一点 就是手 这样 这样就是完整的 英之故相识 好 手说 这样应该很简单 支 户 你可以选 老师选 选这个 英之故相 王细枝的 英之故相试 然后 这个 2021 21 这很简单